一隻隻大草蝦 先經過熱油汆燙 再用蒜頭酥下去拌炒 加入蔥花 鎖住鮮甜 整盤的避風糖草蝦 標榜基隆海味 因為我們蝦子是本土的 台灣的 所以沒有什麼藥水 進口的食安的問題 所以本身的鮮度夠的話 甜味就很夠 所以至於原味的話都是很好 還有本港小卷加入僵屍 蔥蒜下去清蒸 鹹鹹甜甜好滋味 國產的石斑魚 清蒸10分鐘之後 加入破布子特調醬汁 搭配蹲到油油亮亮的東坡肉 觀看色澤 就令人垂涎三次 竟用山海大餐 煎尺原味 滿滿一桌子 13道菜 當然饕客不能錯過 因為小卷特色 那些是很鮮甜的 所以本土的話 海域的話水質都很清新的 所以清蒸的話 吃的話都是很好 你怎麼料理這個小卷 一般的話新鮮的魚貨的話 清蒸是最好吃的 對不用在那邊過多的 加味還是調味料的話 所以是最中原味是最好的 台灣的石斑是世界有名的 對我們養殖啊 不管是養殖還是水質口感的話 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 所以我們本土的石斑是最好吃的 而且是基隆的話 因為新鮮的話也是以新增的話 新增然後起來的話 加一些魚露的話 像鮮肥味道肉質也很好 基隆是一個海港城市 北部地區的漁獲也是從基隆最大的集山地 食魚文化也是最近在推廣 吃當季的吃在地的吃出它的美味 跟它的新鮮跟它的營養 那基隆市政府每年我們都會跟 基隆區漁會來合作推廣 讓大家吃得好 那今年我們特別以長榮桂冠的棚園 來辦理這個食魚文化的這個桌餐 那這個原價8000元 我們上網去店搶購 我們現在只要6500元 會有11道山珍海味 外加水果跟甜點 那而且來參加的我們還有抽獎 而且每桌還會有一張1000元的 我們的漁獲的兌換券 所以可以說有吃還有狗 那很歡迎大家來 因為基隆除了有好吃之外 還有很多好看的 所以可以四家帶券 親朋好友一起來基隆 來參加我們的食魚大餐 這次農委會的推薦 農郵件 我們基隆區域那個販賣部 在5天之內就馬上銷售一空 把石斑魚一些 麻魚 白帶魚 各種魚都銷售一空 搭上這個熱炸我們今年 基隆區域為了推廣推銷 我們基隆在地的魚產品 讓民眾嘗試到 基隆本港最新的海鮮料理 和核市政府 基隆區域和基隆市政府 和辦海鮮大餐 基隆區域會核市政府合作 推出了基隆山海大餐 睽違四年正式回歸 記者會上宣布 11月11號上午開賣 限量100桌 每桌6500元 還加陣基隆區域販售部 千元抵用券 相當划算 由彭源五星級的廚師 來做烹調跟料理 那今年我們除了 我們在地鮮田的魚產之外 那漁會這邊也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我們將這個國產的死斑魚入菜 所以說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可以把握機會 在12月8號的時候 那到彭源會館 來享用我們這個鮮美的漁產的美食 那另外今年我們這個還是有限量 要報名在11月11號 來基隆區漁會的Facebook網頁 會公布報名的方式 那請民眾手腳要快 雙11的時候到基隆區漁會的網站 上網去來做報名 然後我們是有限量的 稅末年終聚餐 愛吃海鮮的饕客 千萬不能錯過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往下五個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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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